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本书 这个是黄梦福的 好 我把树峰打开 也是我最近天猫99活动的时候买的 价格还可以 那我们把树峰打开 这本呢是西林初的 然后和之前的这一个黄色的这一本差不多 但它们的大小让我很奇怪 就是这本大一点 这本小一点 明明是差不多的一个系列 要搞成两种不同的尺寸 而且最让我疑惑不解的地方 就是封面为什么一定要放一个黄梦福的头像呢 我觉得像类似这种头像的话 还是放在里面比较合适 放在外面比如说像这个书啊 怎么了 然后的话 比如说被划了怎么样子 那这个头像不就是对他本人的不尊敬吗 所以就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搞啊 明明是按照这个尊敬 他的一个但是呢 又要把它做成一个封面啊 就觉得呃不太合理好 这是一个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内页 内页还是这种 比较简单的好 然后里面是啊 有三种啊 一个是这个四条屏 还有另外一个是四条屏 还有一个竖屏啊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正纹了 把印刷的情况啊 我先看完再说 好我们来看哦 这个是 这个第一个十条屏 目前感觉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清晰度啊 什么也都可以的 然后的话 它是可以摊平的 这一点很好 因为它这个装针就是 这样 之前的这种啊 带个壳 好 我们继续看 这里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一页有些糊的感觉啊 就是跟之前的不一样 之前的呢 这个字很清晰啊 到这里就有点模糊的感觉 就像那个 就是说 蒙了一层滤镜的样子啊 就是 就是 略略的有一点点的糊的感觉啊 可能在镜头上面看不太清楚 但肉眼上看的话 呃 确实有一点啊 朦胧的感觉啊 就好像聚焦的地方很清楚 但是呢 它们属于不聚焦的这个范围啊 就显得略微的糊啊 像自己也有点这种感觉啊 这只是我看到的这个样子啊 我感觉是有一些 朦胧的啊 就跟之前那个洛神父一样 但是呢 比洛神父要稍微好 那么一丢丢啊 洛神父的话 那几乎的真的是有点啊 这个的话还稍微好一点 至少它 也有可能它是传输的原因啊 就后面又啊 像这个字就比较清晰啊 这个又带一点点的那种啊 朦胧的这种啊 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时候 虽然说 他们说三省三教 我感觉 有些书 他们真的是 只看了吗 就是 样书真的 去那个很仔细的去看了 我总感觉就是 不是这里有一点小瑕疵啊 就是那里有一点啊 反而不是 而且是怎么讲 不是印刷的问题 反而是产品本身有 这个质量的问题啊 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 我对书法呢 不是太懂啊 所以就 只是我看到啊 是有这个情况 其他的呢 我也不知道了 然后后面是 黄蒙斧树的孝金 树瓶啊 这有一页 缩小的 一整个 然后呢 稍一点放大 再次又放的 又有一点大 但应该是不是很全的 然后这个是 正常的一个了 我比较喜欢 这个孝金啊 所以说 我买了 好了 没有了 好 这里是试纹啊 试纹啊 这个是试条屏的一个 然后这个也是 然后是一个整幅的 然后试纹在这边 好了 结束了 这是这一本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